本章主要分享的是K线开栏架的含义 基本上我们来讲 如果说我们今天讲多 它有所谓的长中短 那基本上的越长的话代表主力实力越强 那如果说它的下一条线 下一条线的时候它呈现跳空 而且一样的话都是阳线的话 那基本上这是最积极的 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出现的第二条线 它把它整个长多包起来的话 那今天基本上这是最可怕的 通常就代表说主力在出货 它不完了 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线 然后再来如果说我们今天讲中多 中多通常来讲就是所谓的进行过程当中 那如果中多的话它是高价继续爬 这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中多平价 然后继续往上爬 这个是很实在的 那如果说是中多低价的时候出意外的时候 那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可能主力的实力不够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中多它再来的时候 它变成内空意思就是转向 就是那这个转向的时候 通常来讲它是在控制范围里内 那大概都是吃丑嘛 那如果说变成是外空 那这个就是生变了 那如果遭遇抵抗 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是要看换手 基本上来讲我们今天讲 装它新的装跟新的多方 它本身是会改变的 有可能多方在这个价格点它变成空方 又或者说我们今天假设P来讲 多方在做的时候可能有更大的多方进来 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衡量说到底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所以我们可以从K线的开盘价 就是下一天的开盘价 去了解主力的意图 它如果要跳空 基本上而且又真的往上爬 代表第一个它实力雄厚 而且它往上走 那如果说它实力不是很够的情况之下 它可能就是跟前面的收盘价这样往上爬 它是比较稳妥的 那如果说它今天跳空没有往上爬就算了 还接着往下走的话 那通常来讲都是代表主力没有力量 继续把这个价格往多方的方向走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K线的时候 它重点在哪 它重点在于信号转变 那这个东西既然看信号转变的时候 我们不仅看的是个股的信号转变 我们也要去比对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个股跟大盘之间它的关系 也就是说如果大盘是往下走的时候 个股做多的情况之下是很不利的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销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 谢谢